在1930年代坐飞机是怎样的情形 寒冷的温度 震耳的噪音 令人难受的乱流 加上持续的危险状态 嘿 让我加入吧 不行哦 这曾是一项属于奢侈生活的花费 只有最富有的人才负担得起 不 不是奢华露营了 我说的是航空飞行 现今要搭飞机去某个地方 几乎就像大火车或计程车一样简单 但在一个世纪以前 这就复杂得多了 如果你看看30年代的飞机乘客照片 很少会看到他们没有穿上外套或大衣的 这不只是追求时髦的缘故 飞机上真的很冷 因为有暖气的机舱在那时还很少见 有些事则不是多穿一层衣服就能解决的 还记得那些大部分飞机上仍看得到 但几乎不再有人需要用到的呕吐袋吗 他们就是起源于 那个在飞行时很难不让你呕吐的年代 你想坐哪个位子 呕吐去还是非呕吐去呢 嗯 呕吐去好了 我才刚吃过午餐 好的 就像爬山一样 飞行在高海拔的高度 会引发某些不同的健康问题 高海拔高度的低压 会使人体更难吸收氧气 搭飞机的乘客会感到不适 觉得呼吸困难 现今每架飞机则都会在内部加压 换句话说 机内会充满了压缩空气 提供了类似你会在2400公尺高时 感觉到的那种更舒适的气压 但是第一架设有加压系统的民航机 直到1938年才出现 难怪在此之前 大部分乘客都只能使用纸袋 或放在座位下的特殊盆子 因为别无选择 机上少了正常压力的另一个缺点是乱流 如果没有加压 飞行员就不能飞离地面超过4500公尺 同样的 即使只在这个高度飞行就够难的了 这表示飞机必须直接穿过风雨飞行 而不像现在这样 从天气变化区域上方划过 有时他们会在短短几秒钟内 辅充数百英尺的 这个已经摇晃剧烈又令人紧张的旅程 同时也很吵 在1930年代 许多飞机的隔音设备都很差 或根本没装 因此机上的人必须面对呼啸的风声 和轰隆的引擎声 例如著名的西娥 也就是福特三引擎飞机 它起飞时的巨响就高达120分贝 只是让你知道一下 这比摇滚乐演唱会还要大声呢 这些噪声其实对人们的听力非常有害 但这并不表示可怜的乘客就必须硬撑下去 空服员当时称作空中小姐 会发小棉球来减轻这个震耳聚龙的声音 他们也会用扩音器宣布事情 因为在这些情况下 用一般的音量显然是不可行的 你可能会说 这不会有多糟吧 因为飞行一次只会花几个小时 对吗 我很不想让你失望 但是以前的飞机比现代飞机要缓慢得多 在30年代 从纽约到洛杉矶的一次空中飞行 要花25个小时左右 同样的旅程 在今日最多只会用掉你6个小时 而且这绝对不是直飞的体验 飞行员若要从一个点飞到另一个点 需要停下十几次 还要加好几次游 旅客必须换飞机和航空公司 才能到达最终的目的地 我想 现在我明白 有时间的话 就去搭飞机吧 这句话是从何而来的了 有一种情况 飞机铁定会赢过任何其他交通工具 那就是长途旅行 要飞越海洋到另一个大陆 需要多次的中途停留 而飞完整个路线可能需要一周半的时间 但这与要花上一个月的漫长轮船旅程相比 根本不算什么 从好的方面来说 有多次停靠站的漫长飞行 能让旅客有机会参观更多美丽的国家 最终看到更大的世界 不过这只有在 如果他们负担得起的情况下才算数 在三十年代 航空飞行仍是一种相对较新 而且花费高昂的技术 直到最近才转为商业服务 你也许不知道 但包括泛美航空在内的第一批航空公司 并非为了载人而成立 而是为了运送邮件 这占了他们大部分的利润 但从现金的角度来看 似乎很奇怪 但在当时是很合理的 如果早期的飞机必须在一堆信件 或只有一两个乘客之间做选择 那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尤其是考虑到明信片和包裹 不需要任何设施 与载人很不一样 但是最后当航空公司开始搭载乘客后 这成了一项极为昂贵的服务 试想一下 在1938年时 你必须要付243美元 才能用一周的时间 从伦敦颠簸的飞行到澳洲的布里斯本 这个金额相当于现在的 一万七千美元哦 国内航线的价格也不会便宜太多 从美国东西岸的其中一端 飞行到另一端 费用几乎相当于现在的4000美元 说真的 你只要多花这笔钱的一到两倍 就能买辆全新汽车了呢 要说以前的飞机存在很多缺点和缺陷 这一点也不夸张 不过 人们会把20年代和尤其是30年代 称为飞行的黄金时代 是有其原因的 毕竟许多人都在那个年代 亲身学习到了飞行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当然要为此付出很高的费用 但也会得到相当奢华的体验 由于最早搭飞机的乘客主要是有钱人 包括电影明星和政治人物 有一段时间的旅客 基本上都是同一种类型的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头等舱类型 它们有宽阔舒适的座位 而能让乘客能向外面的窗户 比起我们现在习惯的飞机小窗户 更像是火车的窗户 机舱内相当宽敞 而且能让脚伸展的空间 比现在还大了几英寸呢 如果你以为奢华程度最多就是这样了 那就想象一下搭乘飞船吧 这些巨大的机器 可以像飞机一样飞行 但也可以降落在水面上 对横跨大西洋的长途跋涉之旅来说 这尤其能派上用场 在1930年代 水上飞机最风光的一个例子 就是泛美航空的飞减号 它基本上是个会飞行的五星级饭店 设有宽敞的舱房、餐厅和休息区 旅客会在真的餐桌吃饭 而他们的食物则会以精美的瓷器盛装上桌 难以想象的是 这些船还设有男女分开的浴室 甚至有上下铺的床位 可以用来睡觉 这个时期会被称作飞行的黄金时代 可能不单单是因为其惊人的服务 也可能因为航空技术 在这段时间有了各种进步 在此之前 大部分飞机都是用布和木头制成的 到了30年代 他们被金属取代 这使飞机更加坚固 且更不会受天气影响 他们的速度也变得比以往更快 若1920年代的平均巡航速度 约在每小时160公里左右 那十年后则是以每小时320公里的速度飞行 在那时不仅飞行本身有所不同 起飞前的程序也不一样 当时可能没有像现在那么多的安全措施 但是机场却有其他古怪的规定 例如有些机场会要求旅客 必须在其他旅客面前 量他们的行李重量和自己的体重呢 更不用说 由于只有这么少的搭飞机人数 就不需在起飞机前几个小时到达机场了 少了现代的交通阻塞 也是另一个原因 办理登机的手续很快速 他们只需要检查护照和机票 十分钟后你就可以登机了 啊 美好的往日时光啊 嘿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一些新东西 请帮这个影片按赞 并与朋友分享 这里还有一些你可能也会喜欢的影片 只要点下左边或右边的影片 就能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咯